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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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我們把台積電和鴻海郭台銘 買到美國的BNT 這個事情 那麼我覺得在台灣已經變成一場政治的戰爭 那這裡面其實就分成美國跟中國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個謝志偉今天特別感謝 我們疾管署的一個女性的職員 他英文用YChain 我想應該也許叫郁真或郁辰或什麼的 他說這個人在英文新聞稿的時候 特別提到我們在1月6號的500萬劑 是要怎麼來 三月幾萬劑 四月多少 五月多少 六月多少 那顯然這個事情就要成功了 可是在1月8號 因為那裡有人另外回信的時候 他就是寫簡體字了 而且要求我們不能寫我國 那時候謝志偉說整個天崩地烈 就垮了 這個事情沒了 那這個後來這個又成功了 那又成功他有個轉折 但是今天我看趙少康 國民黨 都在講 這國就是民進黨在擋 而且是意識形態 那甚至中國時報的記者 要陳時中感謝中國 所以兩邊因為這個事情對立的非常的激烈 那到底誰講的有道理 今天我們來討論 雖然買不到疫苗的不只台灣 韓國總統文在寅去把美國買兩千萬劑 到現在只來幾十萬劑 韓國人也很想起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只有我們買不到 那現在已經開放18歲以上 可以登記你的意願 今天非常多人上去登記 那可是選AZ的人相對少很多 選莫德納的人很多很多 很懸殊了 那這個事情AZ已經被醜化了 這個事情怎麼辦 那今天確實也有人打了AZ 他得到了嚴重的血栓 剛好我們今天也有血液科的醫師 今天我們要來分析 國際也有很多這個 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說不要混打 因為那個危險 今天我們都分別要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有民進黨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員 洪宜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放視頻 洪宜哥好大家好 好 資深的媒體人黃創下 洪宜哥好大家好 好 以及北醫血液腫瘤科的醫師 吳翁成吳醫師 洪宜好 大家晚安 好 國民黨新北市的市議員葉元智 洪宜哥好大家好 好 以及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 秘書長王志聖老師 洪宜哥好大家好 那待會兒前衛生署的副署長 李龍騰副署長也會加入 那他剛才說到這個謝志偉 現在是我們駐德國的大使 謝志偉說這裏當然要感謝很多人 這一次的採購 可是最要感謝的是從未謀面的 我們疾管署的公務員叫 余謙 他說讀著每一封信 仿佛都看到這個瑜伽一瓦的 大概起一座可以供家人國人遮風避雨的家 一言一語 謝志偉身為這個瑜伽信裡面的細膩 謹慎的態度所感動 而且他說信裡面 一月六號的英文新聞稿裡面具體的已經提到了 總共五百萬劑的疫苗三月份要供應六十萬劑 四月份一百萬劑 六月有兩次的一百萬劑 最後七月是一百四十萬劑 他說看到這個他整個人都顫抖起來 顫抖很開心 可是事隔兩天 一月八號 對方換了一個人寫回信 英文裡夾雜著我國簡體制 來要求要改為台灣 這個時候就此專若瓦仙 強請舞蹈 這個人我猜就是我們節目上討論過一個 就是一個中國人 徐珊珊 派住在這個美國的這個輝瑞裡面 他在VNT 好那謝志偉感謝的這個人是誰呢 來我們來看VNT好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負責疫苗採購的相關訊 謝志偉說這位幕後推手YuTrend 在和德國一來往的電子郵件中 從數量價格交貨其成到千元完發布的新聞稿都一一處理好 甚至連聖誕節元旦都沒休息 在英文新聞稿中有具體提到共五百萬劑疫苗 三月供應六十萬劑 四五六月份分別供應一百萬劑 七月有140萬劑 但在1月8號對方換了個人寫回信 英文裡夾雜著我國的簡體字 來要求改為台灣時 事情就此破局 隔了好幾個月簽約才有苦 謝志偉也審生對這位YuTrend表達感謝 直言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我們機關署CBC在這邊購買或是在談判等等的聯絡 在疫苗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有人都非常的辛苦 大家我有一個目標 就是能夠爭取這個疫苗的能夠進到台灣來 我國採購BNT疫苗除了台面上的大企業外 中央機關裡面的小螺絲釘也是整件事情的純敗關鍵 好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王委員 你看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衛福部負責對外採購的一個公務人員 看起來是這個要算嗎 1月6號那一次已經成了 我們要先把1月6號那個BNT採購講清楚 那個談了幾個月 而且是德國的BNT主動跟我們談 所以有人講說 那個上海復興是中華區的總代理 怎麼去找這個總公司談 我覺得兩條路都可以 我也不排斥你去找上海復興 只要這個疫苗是歐洲製造 歐洲包裝 歐洲直送台灣 所以當時跟德國的BNT在談 已經談到1月8號 1月7號要公布新聞稿 然後那個細節就是像謝志偉講的 幾月份會送幾萬劑 幾月份會送幾萬劑 連那個detail細節都出來 就在最後一天 突然間出現簡體字寫著那個我國不行 要改成台灣 然後後來連這個也不行 最後BNT那邊就已讀不回 後面就傳出這個在徐珊珊的這個角色 所以中間阻撓進來的就很明顯的是政治力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國民黨說這個中國沒有干預 這樣到底有沒有道理 現在講說那台積電去買 還有這個紅海去買 上海復興一度要求收集台灣人的醫療紀錄 後來因為我們斷然拒絕 他們才不敢 那他們要這個要幹嘛呢 來 我們再來看不需要 萬美路透社12號報導 標題形容台灣艱難的BNT疫苗談判 就像政治考量與全民健康相撞 報導中更爆料 原本代理商上海復興提供給台灣的 港澳樣本合約 根本就是一份爭議合約 當中明定上海復興或是其授權代表方 有權對疫苗接種過程進行審查 其中包含相關文件的檢視權 以及設備的檢驗權 路透社更寫道 這提供上海復興收集資料 與訪問疫苗接種者的權利 看起來更像是在進行臨床試驗 不是在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畫 該有的行為 疫苗上有時候有一些特別的 這些疾病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藥物資料 這個是商業行為是有啦 這些東西其實是應該是 原廠或者是研究機構所需要的 而不是代理商在做的事情 醫師直言上海復興恐怕別有意圖 畢竟上海復興主管機關就是中國政府衛生健康委員會 路透社報導中也寫下 台積電與鴻海永齡基金會斷然拒絕 而上海復興也不再堅持 立委提醒不可不慎 這些事情都是西方民主國家以及台灣的法律所不允許的 不僅可以用於醫療方面的商業用途 也會在生化病毒方面轉為軍事所用 就我所知我倒沒有聽說過我們必須要去提供相關的資訊 依照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得蒐集個人醫療資料 除非公務機關執法需要而且要有安全防護 並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疫苗代理商合約暗藏危機 索性公司部門協力完成簽署 我想請教創校兄 這個他們要這個東西要幹嘛呢 前三天的時候呢 路特壽有個報導 美國國家反情報中心 指控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公司 叫做華大基因 而這華大基因他們從二零一三年開始 有一個叫做胎兒異常無竄DNA檢驗 這個技術在全世界推廣 有五十二個國家八百多萬筆的資料 但是被美國查出來跟解放軍共用 跟解放軍共用這個基因庫跟這個基因 然後他們認為這個有做生化武器 專門針對性生化武器的嫌疑和危險性 什麼意思 因為有很多生化武器你打出去 像這次的COVID-19對不對 你打出去的時候 也許他們原來的時候 可能是針對白人的 針對閩南人的 針對是有閩南血統的 或港澳血統的 或東北血統的 每個人還是有點基因差異 所以如果中國去蒐集了這種 要求我們去蒐集DNA對不對 那解放軍拿去之後 他們的P4 他們的各種實驗室 如果針對某個區域 我讓你的人生病 但是我的人去了以後無害 這個是最好的佔領 所以美國為什麼在三天之前 國家情報 訪行報中心 特別指控華大基因會做這種事 而且他們至少查到 跟生菌方面的一些機構 這些DNA的資料是共用 而這個生菌這個機構背後 就是解放軍 所以現在上海復興或什麼 我們為什麼擔心 先前的時候說打你這些疫苗 那或者是測試或是受測 你要不要把你的一些血液樣本 提供給他 或者是過去的健康碼 或全世界上不是習近平要推健康碼嗎 你這過程中其實不知不覺 你以為無害 但是你裡面的個別的基因上面的差異 屬於臺灣特別容易生病的基因被掌握了 也許就有特別針對臺灣人的生化武器 那吳醫師你是血液腫瘤科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就是說 他們討我們臺灣人的醫療紀錄是要做什麼 對 那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精準醫療的世紀 那什麼叫做精準醫療 其實他就是利用我們個人的這個基因的這個密碼 可以做到個人化的醫療 那大家不曉得了不了解 其實我們過去 所以個人化的醫療也可以個人化的攻擊 是的 那我們過去讀的書 全部是美國人的書 都是白種人的data 可是為什麼打化療 或是給標靶治療 為什麼在美國人跟東方人的反應 是截然不同的 中間有一些差異 那後來有了這個標靶藥物以後 慢慢才知道說 原來是基因上面的不同 人種上面的差異 會造成治療反應的不同 所以現在所有的藥物 都會很需要知道 人種之間相關的 這個不同 比如說同樣的藥物 在白種人身上的臨床試驗 跟在亞洲人的 跟非洲人的臨床試驗 他做出來的結果 是有一些差異的 也許差異不是很大 但是那些微小的差異 可以去解釋一些特別的 一些藥物的一些結果 所以這個疫苗也是一樣 那過去疫苗 大家對於這個防護力 在人種之間的這個差異 這個數據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那當然美國 你在美國打了那麼多的BNT疫苗 打了那麼多莫德納疫苗 那美國也有各種各樣的人種 他們也可以自己做統計 可是如果是針對我們黃種人來看 臺灣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其實現在最大的人體試驗的這個亞洲人的人體試驗中心 其實是在哪裡 其實是在大陸 大陸因為他們臨床試驗的門檻不高 他們做臨床研究對於人類的人權的保護 其實沒有那麼完備 所以基本上要做大規模的人體試驗 其實都是在大陸做 那我是很好奇 這BNT疫苗為什麼大陸自己不通過 就是他們人很多 他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做 那為什麼要對我們臺灣人的這個這個臨床數據的收集 他們會很有興趣 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 那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醫療紀錄有多珍貴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 就是說大家說以色列是全世界打疫苗 名列前茅的國家 他們一開始採購這個疫苗 他們是用什麼方法 當然我們知道輝瑞的執行長 這個叫做Albert 他本身是猶太人 然後以色列也用很高的價錢去買 然後以色列也分享了他們的醫療數據 給輝瑞公司 就是因為有這三個加起來 所以以色列能夠名列前茅排除萬難 拿到最快的一個疫苗 那所以表示這個東西是很重要很珍貴的 你有一些利益 一些好處的一些交換 人家才願意先給你 所以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數據 OK 我們看 這個是德國的大報叫法蘭克福廣訊報 說台灣買到德國這個BNT的疫苗 德國的報紙分析說 這筆交易是地緣政治鋼索 從聲明的措辭來看 處處是政治障礙 法蘭克福廣訊報說 經過多重的政治障礙 BioNTech得以走完地緣政治鋼索 賣疫苗給台灣 這個報紙說 北京不放過任何的機會 製造台灣政府 沒有辦法照顧台灣人民的印象 因此可以理解 為什麼當復興願意提供疫苗給台灣的時候 被台灣的政府回絕 那這個中國時報 因為後來簽約了 那麼沒有想到中國時報記者竟在記者會 因為你家陳時中會有兩點都開記者會 竟然在記者會公然要求 陳時中應該為中國沒有阻撓 表示感謝 郭老師 我覺得這已經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一個綁 那個一個女生被綁匪綁了之後 他竟然覺得被綁 本來一開始驚恐 後來竟然就愛上了這個綁匪 還感謝他照顧 綁匪照顧我 這是什麼邏輯 中國今天打壓我們買疫苗 然後他現在感覺好像是開了綠燈 然後我們就要感謝他 他本來就不應該打疫苗 被人打疫苗好像是應該的 他今天趕快給我們 給我們施了這個 施了很大的恩惠 那我們要感謝他嗎 他平常打理 我今天沒打理 你就要謝謝 對 就這樣子嗎 這是不是已經達到 達到自虐狂的一個程度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時報這個記者 應該是很年輕的記者 但是我相信 難道他真的是這樣認為 還是他上面的主管叫他這樣問的 其實我在這兩天節目 我就料想到會有這一幕 我知道 我就因為節目上講 我說到時候一定會說 都是中國的這個給我們的恩惠 他不阻攔我們 所以我們打這個BNT疫苗 打上一針 就要謝謝習近平一次 這果然今天這個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荒謬的 那剛講過 其實人民日報怎麼要求 人民日報要求他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我剛講過 上海復興他事實上他是沒有資格 要我們相關的這些所謂的打得一些資料 因為你只是代理商 你只是代理 你不是製造商 可不可以製造商 製造商也沒有要 也沒有辦法這樣要求 這個合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然後他們還想拿香港版的契約書 表示中國一開始 是想做還想做政治操作 還想給台灣穿小鞋 可是因為德國政府已經告訴中國了 我們再這樣下去 我們會變成全球之敵 因為全世界都認為德國 已經攔太久了 而且梅克爾即將下台 梅克爾很輕忠 所以德國政府 而且德國也告訴中國 有辦法你給我晶片 我們德國汽車都需要晶片 那我現在一方面 在國際上 我再不阻攔台灣疫苗 我會惡名昭彰 第二個我德國汽車沒辦法啟動 所以我必須要 所以這次德國也很強硬 那美國也告訴中國 你如果再這樣來的話 我會發動全世界的輿論 現在中國已經是天下為中了 還不夠嗎 你還在這個疫苗 打台灣的主意 所以我覺得中國真的是被迫 他也沒辦法了 就後來他也只能夠把那個 本來是香港版的 港澳版的那個契約書拿回來 那加上就是說 中國也需要台灣的半導體 他也不敢得罪台積電 我不需要講這一次 如果你說台積電跟鴻海來講 哪一個扮演的角色 我認為比較關鍵 我認為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掌握了晶片 何況美國也希望 也需要台灣的台積電 今天如果不是台積電 是其他的公司出面的話 我認為成功機率很低 因為中國不在乎 所以今天因為台積電 卡住了德國 卡住了美國 考製了中國 所以被人說大家都要買他的帳 所以方老師 如果中國時報那個邏輯 對不起我插你的話 如果中國時報那個邏輯 他有一天會說 今天飛機沒有來繞 你還不謝謝 對啊 應該跪地感謝 所以台灣人應該跪地感謝 今天沒有來繞 感謝解放軍 謝謝你給我們平安 我們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覺 感謝解放軍 我真的覺得 那已經搞到 真的邏輯錯亂了 那我覺得今天台積電雖然他扮演了很關鍵角色 可是我必須要講台積電到今天為止沒有講 人家都低調 一句話都沒講 但是我們看到了 郭台銘先生講了還說也感謝中國沒有任何的指導干涉 難道這也要感謝嗎 我必須要講 他有感謝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難道中國要指導干涉是應該的嗎 好 我也覺得這事實上我搞不清楚他的邏輯 我沒有指導沒有干涉 表示我給你恩惠 對啊 這最同樣也是羨慕到一個 指導干涉是正常 對啊 本來是不正常 變成正常 指導干涉是不正常 我變成是正常 不應該指導干涉是正常 反而不正常 所以我真的覺得台灣人真的蠻可憐 汪老師要補送 是沒有錯 其實從整個脈絡來看 剛剛講各種各式各樣的壓力之下 他非得把這個 叫這個上海復興 要他開綠燈 讓德國的BNT可以賣給台灣 這樣的狀況 可是他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矮化台灣 想要吃台灣豆腐 即便是一點點都好 就裡面藏一點試試看 那有那麼多 你們沒有看到就蒙混過關 所以他拿那個合約出來的時候 他搞不好認為說 搞不好你台灣政府沒有看 搞不好你鴻海沒有看 你台積電沒有看 他就蒙混過去 這時候就可以比照港澳 台體然後跟衛健委來做報告 這是一種狀況 那後來我們當然發現了 所以這個這個過程就拖了幾天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你看 什麼樣的商業公司 就是一般企業跟企業簽約 這個是新聞稿裡面會特別一下 要有時候說我們要這個給台灣同胞疫苗 什麼樣的什麼樣的企業跟企業的簽約會這樣 我如果鴻海今天跟中國的某個企業買一些這個原材料 他會說要感謝給台灣同胞嗎 我們一定有人下指導期 故意要吃台灣豆腐 故意要形塑出說 你看都是我給你恩惠的形象 他能夠吃你豆腐 能夠矮化你 能夠跟國際講說 你看那就是港澳台 那就是我北京給你的恩惠 他能做多少就多少 現在迫不得已一定要做原因是什麼 因為美國的疫苗 日本的疫苗 全世界各國對台灣的疫苗的支援 他如果再不趕快趁現在 趕快利空出境 再來台灣的疫苗夠了 我根本不需要你這些 所以他非做不可 那只好用這種小手段 耍這種小伎倆 來展現說吃台灣豆腐 其實回來的話 剛剛德國為什麼講了一個很特殊的資源 地緣政治的鋼索 坦白講亞洲這邊的地緣政治 跟德國太遠了 這個鋼索裡面 裡面的核心關鍵是 把台積電納進來之後 改變了所有的一個局面 關鍵在於台積電 為什麼是台積電 因為沒有了台積電 它就不是地緣政治的問題 它是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當然非常聰明的 把台積電一起納進來 其實台積電我聽內部講 他們本來是有申請 要買給他們自己 還有相關的廠商 希望有 但是後面為什麼台積電 覺得說願意幫國家這忙 因為他也知道 在國際上 他的地位太重要 所以台積電進來之後 是讓台灣的台灣疫苗困境國際化 找到了一個失利點 因為有這個失利點 所以美國呢 首先美國送疫苗 日本送疫苗 給全世界看到 台灣的疫苗有困局 當台積電這三個字一出來 台積電出問題 就是台灣出問題 或是台灣出問題 台積電就會有問題 所以德國鬆了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真正要問的話 其實該問的是 為什麼沒有感謝台積電 我們應該是大力的感謝台積電在台灣 這個護國神山 你會發現他不只護我們的經濟 台灣的困局 拿出了台積電 全世界都覺得說 台積電才是全世界最核心的關鍵 美國是說知道台灣買BNT被截斷 卡洞 卡洞 就是截斷 什麼人會把我們截斷 德國駐台灣的代表 叫王子濤 王子濤說 德國政府介入是因為 他們要把政治力干預拿掉 這是德國的廣訊報 德國的大報 說從繞過多重的政治障礙 請問政治障礙誰設 不是中國 既然是中國 為什麼我們今天中國時報要求 陳時中要去跟中國 謝謝 這裡三個部分 剛才合約部分 我把它講明白一點 確實台積電堅持國際商業合約 加上兩家公司的團隊 不管是法務 國際才夠專業 談判的人認為說一方面港澳版是矮化我們國家 二方面這個等於是出讓了台灣人民注射疫苗之後的醫療訊息 所以回報之後 其實政府跟民間有個共識 這絕對不能同意 簽不成都已經有最壞打算了 所以硬碰硬回去說 這個不能接受 後來上海復興才退後一步 這個是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沒有分什麼政府民間 到目前為止看這個簽約最不爽的 我看只有中國國民黨 其他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過程 第二個 剛才講到旺中在那邊記者會 他要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衛生部衛生部衛福部長 去謝謝中國沒有攔我們 這次沒有給我笑 謝謝你 你是霸凌者那邊的人 還是剛才講的 是斯德哥耳膜症候群 是我們這邊的人嗎 事實上最嚴重的是國民黨 你如果看這個疫苗取得 美國日本因為我們幫助過他 因為民主國家要互相協助 更因為台灣被中國霸凌 所以民主國家分享疫苗 給台灣六百萬劑 中國國民黨包含這個報紙 都講乞丐難民施捨 說是他們不要的 現在是我們自己花錢 我們企業花錢去買 談判的過程當中 出現這些穿小鞋的現象 台灣網路的民眾主動去批評說 怎麼台灣地區 還要給我們穿小鞋 民眾去批評這個 國民黨的黨主席 竟然出來叫他們閉嘴 說都拿到疫苗了 你們還嘴什麼 我們的民眾 針對上海復興跟國台辦 國台辦還講說 你看我們足狼你是 只需烏有 不攻自破 破你個頭 你阻擋台灣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然後國民黨的立委也發文說 你們這些人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最好閉嘴 怎麼會叫台灣的民眾 不能去批評中國給我們穿小鞋 提供不適時的東西 也好 藉由這次機會 大家看清楚 對美國 日本人是贈送你的 跟我說得很難聽 對中國這種動作是代替中國 嚇阻台灣 你的路線很清楚 好 來 我們再看一個新聞 韓國媒體說的 朝鮮日報說的 南返官方說 總統文在寅親自出手 敲定了兩千萬劑的 對不起 兩千萬人份 那就是應該是四千萬劑 莫德納疫苗目前只進口了百分之一點二% 朝鮮日報說 南南政府去年底曾經聲稱 文在寅親自出手 跟莫德納的執行長 進行了二十七分鐘的視訊通話 確認了獲取兩千萬人份 莫德納疫苗 等同四千萬劑 並且在今年第二季度出貨 來了沒 出貨了 量很少 來了十七點七萬人份 這個在七月九號到達南韓 然後上個月也來了五點五五萬人份 所以總共來了二十三萬兩千五百人份 那只有南韓政府當初公佈數量的百分之 一點二 我們來的十五點八四% 我們不想笑韓國 我們要說的是說很多國家也都買不到 那我想請問袁之兄 那你怎麼看韓國 所以文在寅就被罵了 那我們前一段時間疫苗荒的時候 大家罵政府也是因為有疫苗荒的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他因為買四千萬劑 然後他比例比較低 所以他有一定的量 那我們其實之前批評政府就是說買太少了 因為其他很多國家 他都買到他們的人口的好幾倍 那臺灣當初是只有買 我時候是指國際的部分 AZ是一千萬劑 然後Callback只是先進五百萬劑 那莫德納五百萬劑 所以我們大概是買兩千萬劑左右 但我們有兩千三百多萬人 一個人如果打兩劑應該是四千多 沒有 可是我們高端也買 所以當時就是這是一個真意 就是大家有討論過 就是說是不是因為我們要有一定的Call 打給國產 所以我們國際的採購就比較偏少 那國際採購偏少那當然到貨量就會少 那這個就是看就是大家之前有在討論這個事情 那所以這一次郭董還有那個台積電 他們能夠採購到這一千萬劑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感謝他們 然後那持劑如果說這五百萬劑再進來的話 而臺灣現在疫苗其實暫時就已經藍眉之急了 因為總共我們現在算給大家聽 就會有一千五百萬劑的輝瑞 然後會有莫德納就是兩百五十萬 加上我們自購的五百萬就七百多萬 然後AZ的話一千五百萬劑我們買的 加上日本送我們的 我們這樣算一算 我們都有四千多萬劑 對不起 我請教你 如果你今天是南韓的民意代表 那這個你的總統 現在莫德納只買到一點二趴 那臺灣買到十五點八趴 你會怎麼罵他 我為什麼會罵他 你怎麼會罵 你怎麼罵 為什麼道貨 為什麼道貨量這麼少 為什麼台灣 你們罵蔡英文的口吻是這樣嗎 也就是他是整個縱觀的 縱觀的來看嘛 原子你脫離真實狀況 四月初貴黨 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質詢是 都沒有人要打 你們買那麼多幹什麼 有質詢喔 是在衛環委員會質詢喔 沒有那個說沒有要打 這委員也有買太多 沒有這個也有很多其他委員 是說要多買一件 所以你講的不太明白 我現在講你們國會議員的說法 第二個你們要的疫苗是什麼 如果講採購數 你剛才講說採購數 那台灣採購數也有 我們不是沒有買 我們都簽約買了 你們那時候一直講說 那疫苗買的怎麼沒有送來 現在韓國只送一點多趴 你怎麼說人家也買了幾千萬劑 他五千多萬人口 是我們人口的兩倍多 他買的只送一點多趴 按照國民黨前面這一段疫苗之亂 是說我管你買多少 你現在送多少 這才算數 那按照這個邏輯 國民黨應該從明天開始 每天去下台積電跟鴻海 疫苗咧 疫苗咧 你說你買一千萬劑在哪裡 沒有那麼幼稚的 可是國民黨過去這一段時間 就在玩這麼幼稚的遊戲 不是 你講 你講的跟我沒有衝突嗎 我們講的對 我說你講的對 你跟國民黨不一樣 我們講的是採購量 你跟貴黨的在處理疫苗事情不一樣 你們去年支持國產 今年反對國產 四月份說買太多 現在說買不夠 其實現在看 連你都會看出這種講法不對 好 那我講實在話要客觀的講 韓國也有它的優勢 因為韓國AZ疫苗它是代工 它代工場 那我們是無能力代工的 就我們那當時沒有爭取到 所以韓國有韓國的優勢 我們只是從莫德納出來講 那這個是羅志強 就是中國國民黨實踐研究院的院長 他今天寫罵小英說 罵你乞丐 蔡英文不高興 那我改罵你 廢物 看蔡英文會不會比較高興 BNT疫苗 郭台銘三週買到 蔡英文三十週買不到 還有臉出來收割嗎 沒有見過這麼廢的政府 我再請教校方老師 這樣講有道理嗎 我們為什麼買不到 是因為中國用政治在打壓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為什麼不去罵說 中國在打壓我們 對我們台灣進行 在對德國施壓 你一句話都不敢講 今天剛剛講 中國打壓我們都不用再說 王子濤都講了 國內媒都報導了 他們不相信 那不相信嗎 然後今天連社會說 你看證明中國沒有阻攔 我們台灣買疫苗 你跟國台灣人講法 一模一樣 對 你是國內辦的發言人嗎 所以難怪大家為什麼會覺得說 從今年從去年也來 國民黨你對台灣防疫的批評 為什麼搞了半天 你的民調是不聲反降 形勢真的變得不一樣 剛開始我們跟BNT買的時候 確實中國阻撓 那為什麼BNT現在要賣了 因為日本送了三百萬劑來了 因為美國也送來了 這裡面又有台積電加進來了 台灣的疫苗夠了 你BNT不賣也不行 上海互星不賣也不行 因為手上一堆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去討論 休息一下 這是趙紹康先生 他說民進黨意識形態作祟 要為台灣量身感知 沒有復必態這三個字 標籤的包裝 就讓疫苗來延四個禮拜 就延了一個月 每劑疫苗的成本也因此增加 這是標準的勞民傷財 而且一直把買不到疫苗的責任 推給有人從中作梗 完全不檢討自己的作為 完全違反國際商業運作規則 政府一意孤行 拖延採購 這段時間上升的七百多名國人 完全是死於人禍 而不是疫病 死於人禍 這是很嚴厲的指控 這是民進黨台西700多人 他都這個論調 放白毒 現在大家都在調查 追查中國的責任 就好像有人放火 現在救火隊消防員 是各國的防疫人員 現在有人休息了 沒有去灌那個縱火 你現在灌那個打火堆的 那美國的四五十萬人要算誰的 趙少康不能這樣明白著說謊 我敢講他說謊 為什麼 這一次台積電跟鴻海 六月一號送文件 後來中間還要補件 到六月十八號 取得政府授權 政府授權之後 到七月六號進行 準備簽約 七月十號 十一號 台灣這邊再簽回去 總共七個禮拜 這七個禮拜 真正的密集區域是 六月十八到七月六號 哪來要耽誤四個禮拜 而且疫苗送貨是九月份的事情 又不是說簽約的時候 包裝只要印個一千萬張給你看 這基本邏輯都沒有 九月份才能夠出貨的疫苗 就算明天才開始贏 也還會付 怎麼會說 因為要改個復必泰的名字 然後就拖延四個禮拜 擺明了胡州 第二個 當時去年如果買到的話 是復必泰的 意思是想說 你們綠營的在污衊 那個BNT 沒有 復必泰 在香港的接受度不高 快要過期 是香港港區政府發布的 曾經發布有八十四萬劑要過期 那時候說要過期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趙少康 公開呼籲說 你行行好 快過期了 讓台灣人可以去香港 打復必泰 你忘了嗎 所以這一次的合約有個重點 我們買的是德國原廠製造 BNT的執行長說 他很榮幸 可以提供歐洲製造的 好的疫苗給台灣 原廠製造 原廠包裝 而且是直送台灣 那生產製造的時間在九月份 關這段時間談判 應四個禮拜有什麼關係 反而你一直要幫復必泰說話 幫中共解釋 幫中國說 幫中國沒有阻擋台灣 國台辦有了你們輕鬆多少 可是中國阻擋台灣取得疫苗 王子濤是德國當地的國會議員 他是公衛 公衛組的 那個國會議員重量級說 有這個事情 是政治因素 王子濤是德國駐台代表 說有這回事 白宮 薩奇說有這回事 全世界只有兩種人 說沒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很好 拿中國稅民一下 改稅一下 什麼為了改 拿中國好說話 原來包裝就是BNT 基本就不用改 反而復必泰是比較少量的標籤 講說因為這樣子延後四個禮拜 你這種話也講得出來 枉費你選過局 當過媒體大和 趙康 你作為一個媒體人 你做這樣的指控 好 其實你提出證據 你憑什麼說 那個包裝要貼要耽誤四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那個理由都不對 而且我覺得他最惡劣是 他現在要把這一次的疫情 變成是一場人禍 民進黨就是筷子手 所以他們接下來 國民黨有可能會在立法院提案 要建一個 這一次肺炎為國犧牲的烈士杯 700人烈士杯 要追討 要向國家求賠償 要成立基金會 我覺得他們在玩這件事情 那我請問你 美國死了多少人 美國死了60萬人 那大家是不是要 要找川普索命 要找拜登索命 這明明就是一場天災 如果說這是人禍 這是中國所製造出來的 所謂的這個疫情 中國實驗室 P4實驗室 武漢P4實驗室造出來的 他是罪魁禍首 你今天你照照看 一句話都不敢講 一句話都不敢罵 然後把所有的炮火 往執政黨這邊在做批評 我覺得這個就是刻意的 他就有政治的目的 這不是防疫 這完全在做政治操作 我們看今天的疫情 這個是我們從這裡看起 韓國死了兩千多人 泰國死了兩千七百九十一人 日本死了接近一萬五千人 以色列死了六千四百人 美國死了六十二萬三千人 我想請教一下袁之兄 七百條我們七百條 當然是寶貴的生命 如果要用這樣說是人禍 請問這些國家要怎麼說 我覺得我國民黨現在有一個 當然有一個氛圍 會認為說一開始郭董說 要去捐疫苗的時候 的確政府一開始是比較必上關 他是五月二十三號 就說要捐疫苗 那當時是六月 那我必上關 那如果這樣柯建民 你把黑漏是黑漏假的 可是因為這真正我覺得 柯建民的地位 我覺得後來比較積極 是曉雯總統出面 六月十八號以後 蔡英文總統跟郭董見面之後 比較後來就比較積極 前面的時候像陳時中部長 一開始還比較 就是說這個就是要有原廠證明 六月一號就送法律文件 所以郭董講完之後 其實一個禮拜就已經送法律文件 所以事實上 那段時間事實上你是郭董 一號或是台積電 在準備法律 對 是 他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昨天那個發言人 就是羅發言人講說 這是公私協力的結果 我覺得很棒 可是你為什麼在初期的時候 就沒有這麼積極 你應該去 如果政府買不到 政治因素或什麼 我不管 但是你聽說民間願意用他的管道 可以買到 如果我是政府 就第一時間跳出來 說郭董 你有什麼管道 我看我怎麼可以協助你 我要很積極的協助他 但是一開始的確也說沒有 蘇貞當院長 在立法院被問的時候 也一副就是 又不是疫苗 又不是錢 有錢就好 還是要有貨 也是一副 就是等你有買到再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正是有差 是小英總出手 可是那也晚了一個月 所以如果說 更積極一點的話 那事實上我覺得 國民黨講話 疫苗不精準在灌水 6月18號怎麼晚了一個月 你怎麼算的 你怎麼晚一個月 晚上說給你們一年多準備 怎麼不買疫苗 疫苗是去年12月 12月的10號以後 才有EUA授權 根本是半年多的事情 我是說我從一件一件來 我比較遠的是東洋 比較近的是郭董 台銘跟台積電視 5月28 29表達意願 郭董說他23號 國民黨是一大堆人表達意願 到現在都沒受 沒有送件人 講人家刁難 那個胡說八道 這個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今天說 趙阿康講的話 他說簽約都是原廠直送臺灣 這是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這樣還升級 我要補充一下 先時間先運費 包裝也是通用版 最簡單的 趙紹康講的是什麼東西 趙紹康心裡面想的那個BNT 是已經放在上海的 已經貼好復必泰 本來要給香港的那一些 或者他本來已經就已經 德國已經送給 趙紹上海這邊 standby要中國施打的 這些復必泰 那本來就貼復必泰 所以趙紹康的邏輯是 你怎麼不把上海這邊已經貼好的 放好的復必泰 直接拿過來就好 你幹嘛還要再去跟德國原廠買 因為他就用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要往下走 是什麼說 你看你就是不趕快拿上海的 你要去跟德國原廠重新製造 重新包裝 然後要直送 所以耽誤時間 所以耽誤生命 你民進黨要負責 來 王老師我再請教你 是 郭台銘有說 說中國這一次的買賣 他並沒有干預 所以感謝 那連勝文 國民黨智庫的副董事長 連勝文說 過去民進黨把臺灣欠缺疫苗的困境 甩鍋給大陸 這種做法恐與事實不符 也就是說 他也是相信中國 他的講法跟國台辦一樣 對啊 連勝文應該講國民黨人從頭到尾 就是感激中國 相信中國 連勝人這個說法 就是你看又基本上 就是要用在怎麼消費郭台銘 大家怎麼不想想 郭台銘為什麼要半夜 他是發文 半夜發一個文 刻意去講說 感謝北京這一次 沒有什麼政治介入 指導或干預等等 正常的商業行為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說法 這裡面有兩個 有兩個懸疑的地方 第一個講這次 不就是從去年 上次就有了 從一月開始到六月之間 好多次的談判 我想郭董 心知肚明 中間有多少的政治主導 甚至到簽約之前 剛剛我們講這麼多 細微的這種可能被畫的東西 是不是其實都是政治主導 最後完成簽約是北京放手 所以這個很神秘 第二個我還是要講 不管趙少康也好 陳文倩也好 我對陳文倩這個說法也是你看 他竟然在BNT簽了之後 他自己發文講說 島嶼終於有了天光 這什麼意思 之前買AZ 買莫德納 美國日本 甚至立陶宛的捐贈 都沒天光 我們都沒有天光就對了 只有祖國來了 祖國同意的 沒有政治干擾的BNT 那個才叫有天光嗎 這就是這一些藍營的人物 對於這次簽約的想法 他還是感謝這個中國 感謝北京 好 那麼明這個7月15號 日本再送100萬劑的AZ來 據說月底之前會有更多 莫德納AZ 那還有什麼 等一下我們可以請教這個王委員 那我想因為未來疫苗可能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疫苗的預約系統 已經開放到18歲以上 可以去登記你的意願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